MING PAO TORONTO 线情主以扣而在 另外一边格雷夫其实完全不用 哇 选择要线情Gang吗 這個位置其實有機會來包 這角色對線一定搶 路線這個英雄對線是一定搶的英雄 剛才華山海就躲過這個球的poke之後 正面貼身是ALL IN到底 蜘蛛即使三綁不中 他最後的普攻傷害就把費克打死啦 對 後續再由伊莉絲康底這邊直接擋下子彈 Pianta在裝子彈的過程中就直接倒下 非常的開心啦 在WG這邊的一個配合中立的操作 在前面的一個 看到人就是滑上去 他要打穿啦 直接進去那邊 單傷貝克 單傷貝克 沒有死 希葉活了下來 貝克直接就這麼大蠟了一大波 你看看他這個 正面塔他怎麼殺 滑上去這種低波打下去 即使他中了球女的整套傷害 他光是用刺激的塗塗點在臉上就帶走了 而且最後也是一滴血走出去 是 菲克 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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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希門 現在沒辦法 菲克下一場可能要找Plank出來 另外抓一邊 哇 抓到的是Jeryl回身 艾希是因為在對點的情況下被吃了回來 Pianta趕到 這個 加魯已經倒下 變成一朵花兒西葉 哇 不是是Mistake也被舔到 而康底趕了過來一個綁 雖然綁到Bank 不過距離太遠不敢出手 哇 那這個是浪費 而且 菲克趕了過來 幫助康底一把 這邊對線拿到蠻大的優勢 但這個時間點被Jungle Gank到 啊 前面的優勢又沒了 希葉中路還好是有優勢的 刺激突如掃起來 直接在小龍洞口 而菲克 往另外一邊 呃 康底在野區被抓到了 制裁之後一個坐車 而且 還開車了 直接坐車一個鐵 希葉閃現只能交合作 到底哪一邊會比較優勢 Jungle抓到了 Pinut 傷害夠不夠 鐵來已經下了再一個普攻 Pinut 回身想吃個花賺個五塊有賺到 下路的這個Gank 其實應該是W一直要併演的 這個下路Gank其實發生之後呢 這樣整個雪球都被SKD滾動 喔 這個蹲點是一定爆的 彩子已經走過來 是不可能活的那種 哇 跟閃 我沒中還是贏 這邊1 W1 欸 開始了 雙組跑線 兵劍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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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剛剛這個是有點遠 真的是差有點多 一個閃現轉 轉兩個 MISTIC是閃現拉掉 後續是球女還是把伊斯給帶了 給了Pinut總側面一個壓力的機會 然後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可以把下路平線換回來 哇 你知道你沒大 點完下去之後 直接貼臉硬點 沒有雙招的FAKER 單殺一次不夠 有沒有單殺兩次 對 希葉再一次的證明 錄席人中路 沒有問題 就是來單殺你的啦 我不知道遊戲會不會贏啦 但我跟你講 先錄一下影片了啦 對 上一次能單殺飛殼兩次的在哪裡 上次單殺飛殼兩次好像沒有 對 就是我們應該要贏啦 這場這個打路應該要贏了 而且沃浮要咬 反而是招來了一個聖 咬著咬著 召喚了一個聖 而且回身可以一點 Pinut還想打 不過前面是有三個人 叫了一個人帶過的資源 往前面點掉了一個珈蘿 不過後續其實康底也感到了 你太痛了吧 被過來之後發現希葉一個人輸度太高 Pinut只能往後撤退 技能已經來了 叫他打在珈蘿身上啦 沒後續技能再接了 我只是走上去想要舔一下 舔完之後看到這個聖的盾 當場道歉已經來不及了 抱歉 抱歉已經沒有用 Pinut這邊呢 召喚了這個家裡游下來之後 拿這個護盾閃現普攻 先把這位給點掉 原本想要熊希葉 你看他被希葉點的傷害 剛剛真的 飛殼在被收之前 他已經來回扭了 我可能他要扭Q吧 但沒有阿 這普攻是不長眼的 沒辦法 冰箭 直接命中 打被榜 這邊三個人留 有沒有嘲諷還在等你彈起來 再嘲諷不怕 哇這邊直接閃現把你擋下來啦 HUNI 喔不是 是957把HUNI給擋啦 你咬一下吧 我覺得他一挑二沒問題的感覺 我覺得他一挑二是可以 來看一下957 哇這一個反應 來看一下 HUNI這邊已經夠快了 他知道要跑 閃現 要往後拉 被閃現給丟下來 這個希葉已經在 表現更換怎麼殺人了 這邊還是這個不殺 我這邊要兩邊的上路互相單挑了 甚至會砍贏的 這邊HUNI 覺得 957是怕有人吧 所以站要比較後面 真的人來啦 真的人來嗎 一折瑞爾從後面衝出來了 九五七趕緊跑 哇這邊是一個嘲諷 換一個槌 準備大決找人 沒CC啦 哇 找不好了 九五七被吸了 太感極也來了 太感極也飛出來 現在九五七還在跑 隊友敢不敢得上 隊友在另外 哇一個比端 還有他的嘲諷 還滑過去 這兩邊真是龍真虎鬥 打錢正面 完全不退 一折瑞爾也不退 艾希也不退 我們就扭到底 刺死捍衛的是 所以隊友死了四個 沒有辦法 ISKT 剛剛就講了 這個教大家這手 終野貫穿就能贏 完了 直接貫掉 真的 這一場 誰會想到飛蛤拿著球女是140 這個有點慘 慘 真的慘 真的慘 這路線對線是真的強 前面那雪球一滾起來之後 從頭到尾都止不住 剛剛這個地方我覺得 Ben被他的赤色圖掃到的時候 他腦中應該是一片空白啊 這傷害也太扯了吧 這第一個時間大家看一下 他赤色圖一掃出來的時候 Ben是頭瞬間爆掉 他在掃 他大概覺得時間點 他動作的硬直 就讓他被掃成這樣子 他滑下去自己點了兩下 然後球影就沒血 這個地方 加入跟上一個閃榜之後留人 最後最帥的是西野這個閃現加上 位移把剩給帶進去 皮卡根本走不掉 只能倒下 我覺得真的帶的完美 這個閃現是 他真的讓他沒辦法跑 那個閃現 就西野閃現一進來 Faker我相信他應該知道他死了 是啦 EDG 打EDG輸的 還2015年去啦 很久以前了 來看一下 齒邊直接要靠著家裡喔 進場不過飛的具體並沒有抓到任何人 想舔這又沒TS 而另外一邊 陸仙在哪裡 這陸仙如英雄一般的準備要來登場 在左邊邊滑了進來 一看到我瞬間SKD五個人趕緊撤隊 這個人不能打 道歉 道歉就放過你 對我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這個側面有個爆夾 大兵劍進來了 大兵劍進來了 不過幸好有HUNI的保護 古希野開始抓人抓到了BAN 不過感覺打不太贏 兩個AD打一個AD 兩個AD成功獲勝 球體一轉是轉到了957 Fake被逼到左邊邊的位置 不過這時候W1的傷害太高了 繼續輸出拿下了一個Double 可惜的是康底下進場的時候被球女 Fake這邊可以逮個正常拿下了Double 另外一邊想輸出了MixDegger 一個草莫被流出了P1的 一個進場不過沒有收到 最後是自己倒下了之後 MixDegger開啟了專注射擊 沒有人跑得掉 只剩Fake從暗處逃離 這一波SKD倒下了4名成員 一波的惡幻式 有機會又要開8樓的W1 這一波應該是打到的炸獲勝 我覺得這個會再給我的感覺是 MixDegger是這個 中路系列打得很衝很衝很衝 我要用這麼多個很衝來形容 才能夠表現出他的動作 他看到人不但滑在臉上打 他貼著BAN的臉打就算了 還跟閃現到他的奧術院上面接著打 如果能夠稍微打一點拉打 一點poke的話他應該會好很多 這邊第一個點位進場的時候 其實他的刺激圖掃得非常棒 WOF可以掃殘之後 他這個你看 他滑進場之後呢 其實已經吃了一則位的傷害 但是他閃上去點臉 然後就被一則瑞的poke跟 葛雷夫的爆發傷害秒掉了 我覺得他的人頭 如果沒有這麼輕易的掉落的話 這個會戰W應該很輕鬆 但是這樣這個會戰打完 其實我覺得對於這個SKT來說是蠻不穩的 現在是另外一邊打W 兩個人 夠不夠 一定夠 他可以把AD放在路中去讓你看 但是你們都忘記了 我另外一個這個赤色塗路 誰還怕能灌爆啊 差太高啦 終於發現了 葛雷夫拿到了 只有葛雷夫拿到了 拚了 搭配球裡一轉 康迪倒下 這一波SKT的一個大節奏 957只能跑另外一邊 草蜂的虎尼留住了 Jero Jero將要閃現搭配大絕拚 兵建品立刻留住了 被後面從傷害直接刷掉 這邊輸出下去之後 孤女還是太坦了 直接是把Gero給打掉之後 王王拉打希望隊友救他 不過Bio看起來沒有講究 用大絕飛升 沒想到沒有過巴龍齒啊 在巴龍的洞口後面被抓掉 一個重擊帶走 哇這個巴龍可以讓這個局勢 這邊逆轉 你看這一波是艾希在這麽騙 騙到了一個可以Rush巴龍的機會 但是Pina剛好走進來 看到了血量 重量去拿掉 然後Faker一個球女的大絕 然後就把Candy給你收掉 之後呢 希葉得上牆 Jewy希得上牆 然後側面在這裏 Hoonie進去一個嘲諷 把Zero跟Mystic抓住 然後Bang感覺操作 這場其實失誤蠻多的 剛剛他是跳上來之後 被 花女的大絕一爆 灌爆 黑兒子艾希一直到 最後 如果他能再等個 0.5秒有沒有機會下去 不知道 Candy 我是怕他再點0.5秒 就不要再點半個 如果中 Tankin有沒有機會保護呢 距離有一點遠 開始蹲點了 這邊是兩邊 我猜我猜 我猜 誰在哪裡 開始綁被躲掉了 被超秀 往前要跳 不過平均正常是沒有任何解決的Binut Binut Binut倒了一個閃朝 流行的是沃浦 窮女一轉直轉到希葉 希葉不怕 因為沒有後續的殺害跟著 沃浦倒下之後 Hoonie的進場也是於事無補 希葉繼續往前滑 雖然被草波 不過他的輸出是往前快 一個草波往後滑 Hoonie跑不掉了 現在W在這一波又拿了三顆人頭 這個草風太遠了吧 真的是極限距離的一個草散欸 直接把沃浦給留在最重要 沃浦留在這邊的時候是無辜的倒下 這波開戰感覺跟Pinut有點關係 Pinut走上去這邊秒殺 怪怪的 小學弟好像怪怪的 是不是 他是不是在召喚另外一個小學弟 這邊是有機會拚主堡的 想要嘗試閃現往前滑上來打上去 系列發風 另外一邊隊友乾淨一點 而且有機會來收頭 SKT這邊沒有辦法打 雙AT一點主堡嗎 Fake倒下 Fake倒下了 剩下一個Fake 有沒有辦法扭轉 乾坤沒有辦法 W1贏了 7比3 誰還質疑我們的路西恩中路 誰還敢質疑 7勝300 W在這一個收官站 證明了 在之前對上SKT的落敗 不是真的 這個還有很多的變化 他證明了自己是來爭奪MSI的冠軍 這次不是SKT的一直堵秀 對 W1在這一場的對決 我覺得 真的讓大家再次的證明 所謂的神會流血 而且 神只要落敗過 大家就不會覺得堅不可摧 他們是有可能被打敗 尤其是 超老師有特別聊到 就是他們的一個中野 如果被貫穿了 他們真的沒有太多的一個反手力 後期可能他們有很多的調整方式 不過 都沒有辦法去彌補前期帶來的一些失誤 這個表現來說 我認為W1的壓力 載制力可能 是比 當時閃電狼 老實講是比閃電狼的那個 載制力我覺得 更強一點的感覺 因為他這場的中路是正面大爆 是 不是他只GAME了一次 後面是會直接塔殺那種 那個塔殺是 嚇死人的 嚇死人 真的嚇死人 還有就是上路的那種 正面開團的那個感覺 這個路線 是這個土路帶著聖 從上路一塔 滑到對面二塔後面 二塔前面 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跟我講 那要怎麼辦 已經沒有加速腳了 但是什麼 這顆路線一直往前滑 然後把人往前帶 那到底怎麼辦 沒得及 剛剛你看到 其實BAN真的是滿落寞的 在 我覺得在 SKT竟然來了這次的MSI 他們一定是 會想要說一個全勝 而且 我現在大家都會認為說 SKT在這次真的是 非常的恐怖 KT的這個3比0 大家在 結果才都看到了 所以這一次大家 會以為SKT一支賭秀 沒有 在最後的第5天 包含了前面的閃電王 就獲勝SKT